志胜 当时是他们三个都主动选你了 就是所有人都是选的我 我就感觉明明这么荣耀的一个时刻 突然变得有点驱逐 志胜 你的这个头发是自然卷吗 它不是卷的问题 它是拖的问题 它是那种头发 就是从这一边要会将来 它不久的将来 可能就从这边要拉到这一边 你以后说你是特意的 你就特意为了这个喜剧笑 没有 我为了避免说是特意的 我第一期都没有提这个事 我们也不吓 都能看你 你不提我们不看嘛 你也还行 感觉怎么样 开心嘛 反正是感觉是把自己的状态 也提到最高了 冠军 冠军 那俩是谁啊 冠军 实际上一共得到了四个领校园的牌灯 20票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观战间的朋友们 这个行 先问何广志 我不想看见他 这事特别厉害 好像徐人启事啊 那个 应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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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特别喜欢智盛 我觉得智盛特别特别厉害 然后智盛今年能来比赛我也特别开心 真的呀 因为他来了之后就没有人嘲笑我丑了 关键那广志现在老嘲笑我丑 他还是有这个资格的 智盛的声音就跟他的脸是融为一体 但是何广志好像闭上眼睛 智盛这个人就是和谐 对 他的外貌发型这种喜剧的节奏口音 他讲的事都特别和谐 哎 可是何广志你想一想他 你们闭上眼睛认真听一下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是一个帅哥的声音 我是吗 广志你有一个帅哥的声音 呃 确实是 我其实除了脸 我除了脸哪里都挺帅的 除了脸都 杨梦比较直接一点 你想要我什么答案 快 你就直说 你觉得谁和谁被淘汰 我觉得我们首先排出ROCK 太直接 但是我平心而论的话 小佳和鸟鸟我真的选不出来 我觉得智盛能进 然后那两个真的选不出来 也是我们现场的苦恼 如果是他们三个 最后票都很高 杨梦你愿意把你的资格 让给他们三个启众之一吗 哦 我愿意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啊 那不愿意 我干嘛又愿意这个事 行 不折磨大家了 请三位回到舞台中央 小佳和娘娘肯定也要走掉一个 这一组确实有点 这淘汰谁都有点难受 让我们来看最终的得票情况 小佳真的是很厉害 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 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到了 他能传递给人的一种能量 这个组是非常难的 是大家公认非常非常难的一个组 没有人看好我 大家全已经在看我用一种送别的眼神 我最看好的是娘娘 因为娘娘就是我在朋友圈发的 让我笑得流眼泪的人 他们这一组我觉得晋级最大可能的应该还是智盛 因为智盛的现场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让我们来看最终的得票情况 哦 95 全场最高 哦 恭喜